你今天在学校做了什么? 作者 Sherry Dougherty Lisa Cranston 插图 Lisa Galvin 你今天在学校做了什么? Page的妈妈问 我做火箭了 Page回答 你做火箭了 Page的妈妈问 我做火箭了 Page说 你今天在学校做了什么? Grace的奶奶问 我接好了Margaret骨折的胳膊 Grace回答 你接好了Margaret骨折的胳膊 我接好了Grace骨折的胳膊 Grace说 你今天在学校做了什么? Ethan的表弟问 我交了一些新朋友 Ethan回答 你交了一些新朋友 我交了一些新朋友 Ethan说 你今天在学校做了什么? Zera的姐姐问 我撑了一头大象的重量 Zera回答 你撑了一头大象的重量 我撑了一头大象的重量 Zera说 Zera说 你今天在学校做了什么? Jesse的爸爸问 我和海豹 我和海豹在海里积水花 Jesse回答 你在海里积水花? 我和海豹在海里积水花 Jesse说 Jesse说 你明天要在学校做什么? Ethan的朋友问 哦 我明天有一些大计划 Ethan回答 你明天有一些大计划? Ethan的朋友问 我对美好的将来 有一些大计划 Ethan说 在大温莎雅斯郡区教育局 我们相信 应该开发提升自信和培养学生 成长为有爱心和责任心 公民的品质的项目 年幼的孩子通过游戏 试验 动手 承担不同的任务 想象和角色扮演 能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 所以 这些都是重要的学习方式 正因为如此 游戏是学前班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游戏 孩子能学到知识技能 比如 阅读 写作 数学和自然科学技术 他们能练成更好的大小肌肉的控制 学习社交技能 扩展他们解决问题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同时能增加他们的职汇量 本期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